我们来看一下北京的大野 大水 我们来看一下北京的大水哪里 现在打开了一个洞 天下打开了一个洞 原来说在天子脚下 在天子脚下我们原来一句话叫老虎屁股摸不得 好像谁也不敢碰下 谁也不敢碰下 然后有各样的词 有各样的词我们不 所有词不过来 也就是说 那种地方 是天子说的算 皇帝说的算 或者说有一个很权威的人说的算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不一样 大家都说这样 只能让他赖下去 但是以前这是消极的话 但这次不一样 好复当的天子下了一个 就一句话 到底天人厉害 还是天子厉害 天子 天人厉害 和皇帝厉害 天人厉害 和皇帝厉害 天人只要把天空稍微敞开一点 随惯你下来 可以把整个精神都淹没掉 可以把整个精神淹没掉 这次要只是先实地眼神给你看看 只是为了证明一句话 到底老虎厉害 还是我们的 什么 公司机厉害 就留给大家思考这么一个问题 到底谁厉害 到底谁厉害 但人家判断完了以后 再说下火 如果说 他就认了 老青厉害 如果认为老青厉害 那老青就站不住 这个水就下这么一次 过了 实际沿着看看就行了 如果孩子认为 书记厉害 还认为人家判断的话 那么几倍的水量冲下来 彻底冲垮 把那个 那些牙文机构 把它冲得就坦荡荡 就什么都没有 坦荡荡 这只是一个义言 这只是一个义言 这只是一个义言而已 义言而已 义言而已 这是这么一回事 要刷一下 那边 官和民的傲气 那边的官却是傲气的 但那边的民应该是受欺下的 应该收敛也不要那么傲气就行了 那边的人 他们有一个错觉 一种处位 感觉他是统治者 他也是统治者 今天以外的人才能被统治者 他觉得混乱 所以这次要跟他一个教训 你认为你也是一个统治者 那么一旦有再换来的时候 你看 你能控制得到吗 或者有人来救你吧 这个时候就发现 原来你很无助 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命 这个时候就发现一个 自己不是一个统治者 自己不是一个统治者 所以社会要给点教训 这个代价被消除出的 这些代价被消除出的 不然他们不是无人 自己是一个被统治者 他的思维 他的思维已经换成了他成了统治者 所以这次要让大家清醒清醒 不然的话 那些普通老百姓把社会问题解决了 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对待这个词 怎么珍重上天 所以这一次 这一次那个学费是应该叫的 是这么一个事 好 知道了 再见